麻油松板豬 比較清爽的 有一點點淡雅的麻油味道 米酒的香氣 你也可以加個蛋 或者是用這個湯來煮這個麵線 在冬天呢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湯 或者是泡飯 大家好 我是寶寶吃的秋寶郎 那冬天就要吃我暖呼呼的湯喔 那今天這一道湯品呢 也是大家非常喜歡的 叫做麻油松板豬 麻油松板豬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技法 可以做雞肉 鴨肉 鵝肉 那松板豬比較容易取得 也比較多人喜歡 那但是這一道呢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的訣竅 要教大家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處理這個松板豬 這個叫順紋 這樣一絲一絲的 一絲一絲的 我每次都要講一絲一絲的 客家話一絲一絲就是 絲 那你下次學會講客家話 好啊 你這樣子後製你有辦法做 來 我們把它拉成長片 有些會切條 但是切條喔 我覺得量有一點少 還有一個就是 它會比較硬 要煮比較久 接下來呢 我們把它醃它 麻油 鹽吧 稍微抓醃一下 那我們現在已經醃製好了 我們接下來的步驟呢 就要先讓我們的松板豬稍微略煎一下 好來 我們首先呢 先來加我們的麻油 以及我們的一般的植物油 好 1比1啊 因為麻油呢 你這樣炒加熱的話 它會變苦 有些人會怕 那我們就是先一半的沙拉油 一半的麻油 來煸薑 首先先將這個薑切成薄片 那最好是用老薑 如果買不到老薑 你至少要用我們的中薑 好不要用年輕人 年輕人沒有用 年輕人沒那麼香對不對 對 薑還是老的辣 那我們就是用中小果把它煸 最好吃啊 這個薑呢 就是慢慢的去煸 讓它有一點點乾 要煸到這樣子 有沒有 捲區 捲區 來喔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就瓦斯開大一點 接下來 來 好來我們現在呢 就用這個麻油 薑的麻油要來爆香 接下來要加米酒 要加米酒之前呢 火還是非常的大 把抽煙機關掉 或者是把瓦斯先關掉 因為你加下去的話呢 整個會著火 像我這一個 為什麼沒有著火的 因為瓦斯快沒有了 家裡的瓦斯會比較大 切記把抽煙機先關掉 我們全米酒要讓它燒一下 沒有燒的話 它酒味會比較重 燒不是一定要著火喔 是讓它去煮滾沸 這樣子也是可行的 那寶寶斯啊 那我不要加全米酒 我可不可以拌酒水 可以 就是1比1 那我們同步呢 我們就加一點點的紅喜菇 這裡就不宜加乾香菇了 要記得 然後再來 這有一個叫鹽巴 但是我綜藝師朋友告訴我 他說如果你要把它進補的話 是不宜加鹽巴 我比較就是反骨啦 加一點點呢 它比較好吃 這個部分呢 你自己斟酌啦 那我們這裡也是拌酒水 因為待會兒要露營 我也會怕啦 像這樣子 這裡呢 我們準備了一種蔬菜 叫做川漆 川漆呢 吃起來就會滑溜滑溜這樣 但是這個 務必在調味調好的時候 最後再放下去 那我們這裡枸杞 把它泡米酒 把它洗乾淨 然後最後把它擱進來就可以了 這一道湯品它不勾芡 讓大家吃到就是比較清爽的 有一點點淡雅的麻油味道 米酒的香氣 好來 加一點點的胡椒粉 最後補一點麻油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川漆 好的 來這非常香的麻油松拌豬 我們就上桌品嘗看看 你看喔 今天這個松拌豬 大家都吃過 這一個我們的川漆 這也吃過 大家也吃過 比較少啦 三產店比較多 川漆啊其實在你家的後院就有了 但有些人不知道 其實川漆它就是野菜 普通在比較大的市場才買得到 好那今天呢 這一個我們的麻油松拌豬啊 你也可以加個蛋 或者是用這個湯啊 來煮這個麵線 超級好吃 在冬天呢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湯 或者是泡飯 或是泡我們的麵線 讓你飽餐一頓啊 非常的好吃 台灣人就喜歡麻油的料理 你試做看看吧 我們期待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 有問題 有 Caroline au